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迪丽热巴的新剧公诉精英可能会在近期来袭。 迪丽热巴有一部新剧即将来袭,涉及道德女检察官的题材。 一看阵容也非常厉害,好演员竟然高达十多位,有很多都是熟悉的面孔,看来这是要出爆款的节奏。 据了解,迪丽热巴的新剧公诉精英可能会在近期来袭。 这部剧是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的大剧,由真实案例改编,权威部门出品,集结了很多实力派的演员,而且班底也是非常强大。 迪丽热巴在本部电视剧中也是原生出演,虽然声音有一些嫩了,但并没有什么违和感,这部剧很可能成为它的转型作品,对于长年待在偶像剧的迪丽热巴来说甚是重要。 在本部电视剧中,迪丽热巴饰演的是一位女检察官,她所处理的案件很多都是疑难的棘手的问题,剧中跟同大为的对手戏应该很多。 不过这两位在剧中应该都是正面的角色,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。 当然,剧中的好演员不只是这两位。 小编刚才仔细去看了一下预告以及演员表,发现其中的实力派演员高达十多位,可见这部剧应该是很有看透的。 毕竟,奔着这些实力演员也得去看一下,看他们之间标系应该会有很大的乐趣。 两位实力派男演员高新加韩栋。 这两位经常在各大电视剧里面做配角,尤其韩栋,他有的时候打酱油出现,但帅气的面旁还是经常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。 锦衣之下的小格老让人印象深刻,之前还演过《美人无泪》、《笑傲江湖》等等。 演员熊子齐在这部电视剧里面也是打酱油出现,都演到男恩豪了。 这两年,熊子齐的境遇并不是那么好,之前还能在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,现在只能做配角, 不过能演《公宿精英》也是很幸运的,毕竟这是上星大剧,说不定这个角色也能出彩呢。 冯磊老师在很多电视剧里面演的都是反派,跟杨幂等人都有过合作,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正面角色。 接下来四位演员也都是熟面孔。 杀宝亮之前应该是唱歌的吧,不知道这两年为什么开始拍戏,记得亲爱的生命里面就有她的面孔。 贾青李一小的加入也是很惊喜的了,这两位都是很漂亮的女演员,贾青在演《八仙过海》的时候,那颜值真的很绝, 也是很有灵气的一个女演员,不过这两年倒是变了不少,李一小也是。 男演员唐凯也算是黄金配角了,之前跟唐嫣合作过多部电视剧, 不管是何以生肖默还是锦绣未央,又或者是燕云台都能看到她的身影, 她在《流金岁月》里面也有出演过, 这还不说李小冉、钟翰良的来不及说我爱你, 唐凯跟韩洞类似,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位男演员。 更加让人惊艳的47岁的陈子涵。 陈子涵在《青青日常》等部电视剧中都有出演, 不管是仙霞还是古装还是现代, 她好像贯穿了各个领域, 虽然年近50,但是还是非常惊艳, 化了妆基本看不出来。 在《公诉精英》中, 她一个在车里面的镜头惊艳了无数观众, 精致的妆容更加像是一个郁姐, 不知道会不会搞什么违法犯罪的活动呢? 迪丽热巴新作来袭, 鸡毛飞上天的导演, 扫黑风暴的编剧, 这次观众肯定会大大关注,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!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 充满活力。 再见!